Hello 大家好 最近多了假期 多了時間做我自己的事 第一 我去換了新髮型 第二 多了時間留在家裏煮劇 第三 就是煮劇再煮劇 終於被我煮完整套劇 我正在煮甚麼劇 當然是現在最熱的魷魚遊戲 你別告訴我你未看 如果你未看不要緊 我不會在劇透 但我勸你快點去看 才會和朋友有更多話題 我今天不是想和你們說 這個魷魚遊戲背後 暗藏著多少隱喻 而是想和你們說 這套行的爆紅之餘 還帶卸Netflix的股價屢創新高 到底這隻魷魚如何刺激到觀眾的觀感之餘 又刺激了Netflix的股價呢 加上近年來 它的作品一套又一套都成功彈出 到底用了甚麼策略呢 我今天會和你們分析 所以記得先不要彈出 要看最後 如果喜歡這些題材 記得按訂閱和Like 好 首先我們一齊看看 魷魚遊戲到底厲害在哪 這套Netflix的原創行劇 是《風魔全球》 在9月17日首播之後 不足一個月 全球觀看戶數已經突破了1.1億 成為Netflix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劇集 這套行劇竟然可以受到全球熱捧 第一個原因是探討人性的黑暗面 這類故事情節足夠話題性 對觀眾的價值觀來說 是一個很震撼的衝擊 對我來說 衝擊更加大 1.2.3紅玉燈 我小時候都玩 韓國就叫做1.2.3木頭人 你有沒有想過 玩1.2.3紅玉燈是要死的 如果是我應該死了9次 現在對我整個童年是充滿了陰影 說開又說 不知只是這套劇受到最捧 連Netflix的股價也是 這股熱潮帶動了新一波的用戶增長 刺激了Netflix的股價持續創出歷史新高 就錄片這一刻的價位去計 比起過去一個月都上漲了超過8% 而近一季已經大升了超過17% Netflix未來公布第三季的業績 預計用戶會增加350萬戶 是遠遠超越第二季的150萬戶 可想而知 由於威力非同小可 牽涉了全球熱潮 而且股價也累創新高 由於遊戲之所以成功 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Netflix近年正在走的全球化策略 2016年Netflix開始同時在全球130個國家上線 正式由一家美國公司 變身成為全球媒體公司 至今已經進駐超過190個國家或地區 目前Netflix全球訂閱用戶數超過2億 其中65%是來自美加地區以外的海外市場 龐大的海外市場 造就Netflix著手製作海外本地化內容 為了實現真正的本土化 直接投資 找當地團隊拍攝 或者找當地內容出品公司合作 然後用荷里活級製作標準和資金 令本土性的作品有國際級的水平 Netflix聯合CEO TEDS&Randos指出 包括由於遊戲在內 現時前三大內容的節目都是海外製作 這套劇的確是Netflix和韓國本土文化 一次完美融合的最佳例子 而Netflix近年都大力投資在韓國影視作品 投資在韓劇的比例都越來越重 Netflix由2015年到2020年 投資了一共7億美金 在韓國電影和劇集 至今推出大約80部韓國作品 而且還有不斷增加投資的趨勢 但今年Netflix計劃向韓國作品投資5億美金 比向印度的Bollywood的投資額還要高 由於遊戲的空前成功 就進一步鞏固了韓國 作為Netflix去進軍亞太區市場的大本營 而根據德勤的估計 Netflix為韓國的經濟貢獻了47億美金 而海外內容的投資 絕對是Netflix的競爭優勢 Netflix除了在韓國投入以億計的美元之外 還有在英國、印度、墨西哥 都投資了超過總共17億美元 去製作當地的原創內容 有分析師指出 由世界各個角落獲取內容 並且將它傳播到全世界的能力 就是Netflix獨有的 還遠遠領先其他競爭者 聽了這麼多 Netflix的全球發策略 兩個字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很棒 記得按LIKE 想我製作更多的內容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鐘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